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要懂得学佛 自己很难的 因为我们在人道啊 就举个简单例子 因为你是小学生啊 你没有到中学生 你永远不知道小学生的课目怎么做 你只有到了高中生了 你才知道小学的课目 原来这么简单 你们刚刚到学校里去的时候 老师问你一加六等于多少啊 你要想半天吧 你说你到了高中 你还要想一加六等于几吗 你们现在在人间能解决人间问题吗 你菩萨在超出人道的地方 所以他用菩萨的智慧 他解决你的人间的问题 他像玩一样的 就像大学生做你中学生的功课 像玩一样的 但是你在小学里 你就是想不通啊 所以希望你们在人道要懂得 他没有未来 只是一时的感觉 感悟自我的存在 有一种感觉 好像是我存在的 我又感觉了 我感觉他对我好了 我感觉我很恨他了 我感觉今天吃得很好 我感觉我活得很舒服 你感觉活得很痛苦 因为你 医生跟你说 明年你可能身体不好 你要去开刀 你可能会生癌症 你可能一年 你就感觉很不舒服 那我要是告诉你们 你们最后的结果 我都告诉你们了 你们都会死掉的 你就准备感觉 一辈子很痛苦啊 学佛听懂了吗 就是要看到未来啊 你看看自己可爱的妈妈 哎呀妈妈这么大年纪了 哎呀妈妈很可怜 妈妈会走的 总归要走的呀 你要想办法 不让他走啊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 要只是一种感悟 如梦幻泡影的刹那间 一个人要面子的时候 脸红得不得了 是不是一瞬间呢 要什么面子了 人家在骂你的时候 没面子了 人家讲你 你这个面子一刹那过了 过了之后有什么了 还有什么 你们告诉我呀 就这么简单 这个世界上 所以用观世音菩萨 手中的净瓶水 经常来洗涤自心 你说观世音菩萨 净瓶水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观世音菩萨 跟你们讲的话 要叫你们慈悲 化解一切灾难 就是净瓶水 你真的再要 第一点 说我要喝到净瓶水 那很简单了 供一供的矿泉水啊 供完了之后 喝喝有用不了 因为他相信他的存在 他相信他的灵验 他会有能量在里面的呀 你今天不相信 你哪来的能量啊 对不对啊 人生就是这样 你要相信 观世音菩萨 能救你的 一定会救你 内在肮脏的灵魂 你一定要把它去除 你最终会领会到 无事无心是自然 无事无心是自然啊 如果你跟这个人打交道 如果这个人 你问他 你忙吗 他跟你说 我很忙 这个人会很骄傲 你去看 越伟大的人 他越说不忙不忙 为什么 他不骄傲呀 哎呦 我忙的人 那可能是下面的人 我忙的呢 就是很骄傲 有什么好忙的啦 无事无心呀 什么事情都是靠大家的 都有别人在忙 别人帮你忙 每个人都在帮助别人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 心平气和 心静自然如水 你没有心 有什么事啦 你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是 你的心事 你要没有心事 你才叫无事啊 你才会无心啊 要这样 那么就是自然 因为无事会无非 一个人没有事情 就没有是非出来了 你把你们看看 很多人说 就喜欢看热闹 邻居出点什么事情 马上就嘴巴讲了 好了 被人家 最后听到了 人家跑到你家来 敲你们来骂你 无事才能无非呀 少听少烦恼 多听多烦恼 少说少烦恼 多说多烦恼 少想少烦恼 多想多烦恼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了 所以告诉你们 一个人不能贪 贪过头了就不行了 什么事情都要顺缘 自然是治理呀 所以要观世间的苦 空无常 无我 要观啊 你们要看啊 这个世界很苦的 但是比你们苦的人更多了 你就觉得舒服一点 就不苦了 你要是天天觉得自己很幸福的话 你就是真的会幸福的 你要是天天觉得自己很苦的话 你会越来越苦的 我觉得我很幸福啊 我觉得我跟你们在一起很幸福啊 你们记住了 要心中有佛 其实就是有众生 因为你们都是未来佛呀 所以要告诉你们 得到解脱的智慧 就是要看破放下 知道这个世界苦空无常 所以要得到解脱的智慧 念经就是自己明心见性的开始 一个人如果能够念经 明心见性就开始了 你们要念经啊 你们很多人假修啊 没用的 你们说菩萨在天上 你们假修菩萨看见吗 要真修的 真修不真得呀 你对老婆假的好 你以为老婆看不出来啊 你真心对老婆 老婆是真心对你好的啊 你真心对孩子好 孩子真的真心对你好啊 在人间的一些争斗 从原始社会到现在 实际上就是因为业力了 你看看人从原始社会开始 就开始争斗了 一直到现在没停过 所以学博叫我们要和平 叫我们放下 叫我们不要跟人家争 不要跟人家斗 我们人间为什么不能摆脱恶性循环 斗了还要斗 只要有机会了 再来给你搞 就算被你搞了 不开心了 失败了 在公司里 我有机会 我再搞你 只要我有机会了 我就搞你 你说说看 人这个恶性循环 这种冤冤相报 何时了 你们告诉我 你去讲别人好 讲别人不好 褒贬别人 你说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讲这个人好的话 你还是叫口吐莲花 你说你讲这个人不好 对你有什么好处了 你心里难受 看见这个人就讨厌 你还能有什么好处呢 称赞自己是人的根性 是一个好的 称赞自己可以 不要去讲别人不好 称赞别人好 也是你的善根性 如果你去称赞别人 也是好事 但是你去诽谤别人 你就是拥有了劣根性 所以你们经常跟我说 师父你教教我怎么看人 用得着教的 如果你教的这个男朋友 教的这个朋友 嘴巴里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把别人说的一无是出 你说这个人是好人吗 你们告诉我呀 还要我教吗 我看你们每个人都很聪明呀 还要我教吗 所以各种争斗 只不过是人 在人间为了一点私欲私心呀 还有就是占有欲呀 你看小的时候就有占有欲 妈妈经常跟妹妹讲 妹妹啊 妈妈在帮你生个弟弟好吗 可以陪他一起玩吗 不要 自私吧 你看这个人的嫉妒心啊 到什么程度了 人有占有欲 而产生的争斗 那是轮回 不会停的 所以佛菩萨 道价慈行 观世音菩萨啊 佛陀啊 道价慈行 佛陀在天这么早就是佛了呀 他2500年到人间来的时候 他把这个佛法带到人间 他告诉我们什么叫佛法 让我们来改变人间的争斗 道价慈行 降生人间 菩萨对我们永远是苦口婆心 他是为了调伏众生啊 调伏众生知道吗 调节你们啊 和降服你们的劣根性和业障啊 所以大家都要一起来学 把菩萨的慈悲给每一个人 把菩萨的慈悲显化给全世界的人啊 非常好吃 危险 我们到了 黑 妖独 瘦 印 淡 印